大家好 我是卖汤圆的龚毅玲 是重庆撒子汉 还是打汤圆的 第四代传承员 今天呢 我是特意带了汤圆 给好一个明杰品尝 有口福了 里面有绿色 红色 还有白色 我尝一下这个红色的吧 明杰尝的 这是我自己创新的玫瑰汤圆 就像好哥和明姐的爱情一样 甜甜蜜蜜的 好吃 好吃 过 我觉得不得不跟你说一下 在我们的舞台上 我们也有一种 让你一口吃出幸福感的汤圆 那就是思念小小玉汤圆 那你们家这个电影 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呀 从我奶奶和太奶奶那辈 就摆了一个小摊在卖汤圆 我其实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呢 也很迷茫 也考过卡塔尔航空的空姐 也考过书法研究生 但是最后呢 还是觉得做汤圆这事最有意义 今天有汤圆西施 明天有包子西施 后摊有烧烤西施 每天都在量产西施 我是走实力路线的 不是东施笑评 好的 那我们今天看看你的实力 来为你打开关键词 对哪个比较感兴趣呢 我是对那个没出来的那位选手 我最感兴趣 只听到声音 我特别想选他 我是小精灵 生活在梦境森林里 快乐的时光就要开始了 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他的线索应该是在提示我 他说是快乐的小精灵 我觉得他应该是个乐天派 好 我们来揭晓一下 看看乐天派是不是他呢 不是 他是王鹿 我现在是一名错误秀演员 你的段子都是从哪来的呀 那么好笑 我们一般是会讲些 对生活的观察 然后我还有一个特殊的点 就是我这个手 我的手是天生的 但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 还有比如说 就你们会过什么情人节 我就前一两天在网上看到了 一个很特别的节日 就是8月13号是国际左撇子日 我就跟着一起庆祝了一下 就是生活中的小细节 都可以让他瞬间开心 对 其实每个人生活 都是由苦难和开心组成的嘛 因为我的苦难是写在身上的嘛 就我觉得只要你去面对它 战胜它 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好 我觉得王鹿 就是一个闪光少女 就是她找到了生活的闪光点 然后也让周围的朋友感受到你的快乐 欧阳荀曾因为被人嘲笑 长得像哪种动物而奋发读书 这个是因为她长得像袁豪 这是亚洲哪个文明史上最美丽的公主 她看起来是非常的美丽 她是波斯公主 被奉为经典儿童作品的找红军 出自于什么 是一本书 宋朝的官冒上有两条长翅 是为了防止大臣在朝堂上干什么事情 因为他们交头接耳 然后这样会打到一起 所以是为了防止交头接耳 中国古代建筑屋籍上所安放的寿箭中 排头的一般是哪种形象 这个叫郑瓦兽 郑瓦兽顶配是太和电有十件 第一件是仙人齐放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这个里面吊是的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白仇段 一百年不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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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的这种阳光的 乐天派的性格 也一定会感染到更多的朋友 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能多看我的演出 能带给你们更多的快乐 我把你的快乐继续传递下去 好 再见